林大輝議員 和外國的主要政要接觸 究竟中央領導人和香港的司局長官員經常外訪 這些是否又是微讓呢 主席我的問題是有關佔中的問題 剛才局長說到要充分掌握情報 但看局長 這個政制事務局局長的回覆是錯得很交關的 證明他的情報是極度錯誤 在他的回覆林大輝的說法就說 佔領中環行動的組織者早已明言 佔中的目的是違法癱瘓中環的手法 迫使中央在政制問題方面就罰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佔中三子由始至終 是沒有說要癱瘓中環 這是人民力量大舊的倡議的 你不要把我的東西變成佔中三子的立場 我想問的是 在癱瘓中環的問題方面大家都很憂慮 但很多時候是警察的不當行為 癱瘓中環 警察有精神分裂症 亦有恐懼症 見到群眾 警察是帶頭封路 多次都是這樣的 群眾未到群眾未有行動 警察已經帶頭封路 特別是花園道 去特首辦的道路 經常是無理封路封閉 導致中環出現塞車 甚至是癱瘓的情況 政府可不可以解釋 和和我們講解一下 究竟你有什麼措施 不要讓這些有牌爛仔 自從曾偉紅上場之後 警察已經變成有牌爛仔 你怎樣去避免這些有牌爛仔 不當地 封路 導致到中環這個癱瘓呢 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 在任勞任怨的情況之下 去執行這些職務 我覺得剛才的形容 是非常之不公道 我必須強烈 表示我不同意這個立場 第二點就是 剛才陳議員提出 佔領中環行動 不是要癱瘓香港 我對佔領中環的理解 是基於我看到一些 由佔領中環發起人的文章 所寫出來的理念 如果陳議員去看 佔領中環其中一位發起人 戴先生在1月16日 以公民抗命的 最大殺傷力武器為題 的一篇文章裏面 他是這樣寫的 我是重複他的文章內容 為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 鼓吹行動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 由為數多至一萬的示威者 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 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 這是第一點 是戴先生的文章 他的文章裏面還講述這個行動的原則 以及講為何有殺傷力 就是行動裏面要符合幾個原則的 時間關係我講幾個 第三個原則 公民抗命的力量在於違法 第四個原則 佔領行動必須持續 第五個原則 公民抗命行動屬違法行為 所以參加者必須在誓言裡表明會 承擔罪責 這樣看到佔領中環背後的意念 就是正如大先生文章裏面所講的 另外大先生在四月十五號 曾經亦都發表了一個文章 我亦都複述 他說佔領中環是一項群眾運動 作為發起人 他們的確是不能保證 是絕對和平的 所以佔領中環可能出亂 這個實際情況 我在文章裏面的理解 這是一個高風險 我們要極度關注的情況 剛才我也已經解釋過 警方是會掌握整個形勢 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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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坐下 主席我的問題是問 我知道你問什麼問題 局長你知道 請你坐下 他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你不是一個重新問題 局長有沒有補充 那我沒有回答我哪一段 局長有沒有補充 你沒有回答我哪一段 局長有沒有補充 真的沒有靠古蕩秘笈 我的補充是 警務人員在處理這些大型的示威 遊行活動的時候 他作出的判斷 都是基於當時實況 需要做的 他的考慮是要整體的公共秩序 公共安全 以及日常生活的市民 他所受的影響減到最少 而作出平衡的部署 多謝主席 主席 主席 他沒有回答有精神病那些 陳偉業議員 我沒有叫你 你不要出聲 葛珮帆議員 陳鑑林議員 剛才陳偉業議員 就將維持治安的警務人員 講成有排爛仔 這個是對警務人員 一個很大的侮辱 陳鑑林議員 剛才陳偉業議員 就將維護法紀 維持社會治安秩序的警務人員 講成有排爛仔 是匪而所思的 是對廣大警務人員的極大侮辱 是具有極其嚴重的冒犯性 主席 我請你裁定 並且命令陳偉業議員 收回有關言論 剛才我們的會是直播的 陳偉業議員所說的話 是全港市民都聽到 警務人員和紀律部隊都聽到的 是公道自在人心 由於他是沒有冒犯 有冒犯這個議員的 我不能夠裁決 他是違反我議事規則 但是公道是自在人心的 葛珮帆議員 主席 為什麼那些議員 可以這麼無知亂提這個程序問題 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 我沒有叫你講話 你再在那裡亂講話 我又告訴你你是行為不檢 再下一次我趕你出去 葛珮帆議員 秘書 主席 首先我對陳偉業議員 公然在我們的議事廳 這個侮辱警務人員 我表示極大的遺憾 我對他表示強烈的譴責 主席 其實立法會這兩次受到衝擊 已經充分證明了 類似的佔領或者包圍的手段 這些抗爭行為 是不可能和平的 場面也會很容易失控的 亦都會容易造成嚴重的暴力衝突 剛才陳偉業議員在這個議事廳裡 公然說他窗耳癱瘓中環 我相信這個亦都是在座各位都聽到的 謝謝 謝謝 謝謝